看看今天是哪个倒霉蛋仙招啊 就是你啦 完了他提前走开了 好小子还想站在这里操补我是吧 没想到吧 我没传到电击 但鸟还没回来啊 这波随便拿捏 不是哥们哪有人这么转点的 你往那边两块板子跑 说不定还能拖到鸟回来呢 好痛 鸟叫不出来喽 小东西洗完皮 走不走 好了你把先知活下来的最后一丝希望给带走了 交不出鸟的依拉要掉小珍珠咯 我在这一站你就过不去 哎呀这也太客气了 这是干什么呀 你这是把屏幕上亮的全点了是吧 不要太抽象 不得不说地人格的匹配机制越来越智能了 乍一看都是铜水瓶 实则各有高低 就像这个飞轮啊我就用不出来 我又来了 玩速散就是要打球上一个出其不易 所有人都觉得我要守小女孩 哎我偏偏不守 我就要出来抓别人 铃铛空了无所谓 吃个电无所谓 好飞轮无所谓 这一刀你总要吃的吧 哎哎哎哎哎哎哎啊 丢三风路 卧槽你跑这么快 这小子不会是双旁飞轮吧 先架住我等一波CD啊 嘿嘿你没了 火箭小子来OB了 想偷袭我 哎哎有地下室我为什么不挂呢 这波有点舍近求远了 应该是挂的 我好小子三摇是吧 完了 怎么全都在这里啊 好消息 是现在的电机没人修 直接抓个白板 刚哭手在附近啊 排下耳铭 嘿嘿我看到你了 哎堵住你 这人你救不到咯 哎不是 今天铃铛的手感 怎么怪怪的呀 这对人感觉意识还可以啊 小女孩立马补为救人 还有飞轮 应该来得及啊 对着一只铃铛 这波防守堪称完美 这个时候肯定就有人要说了 哎呀你早点这么守不就完了嘛 不行 速散之魂打的就是一个飘子 重视会被溜穿 会被盖头 会被OP 会丢节奏 却还是速散之魂 铃铛呢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